开城共同联络事务所尽早设置两韩达成共识 南北韩今天在板门店南韩辖区和平之家举行高阶会谈 双方就紧早在北韩开城工业园区内设置 并启用共同联络事务所达成共识 南韩中央日报今天指出 由南韩统一部长官赵明君和北韩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领军的两韩高阶会谈 在上午全体会依旧设立联合联洛事务所及举办615共同活动等进行讨论 南韩提议 南北韩曾封于4月27日在板门店南韩辖区和平之家举行峰会并签署板门店宣言 决定在北韩开城设立共同联络事务所 为迅速而系统的落实板门店宣言 首先应加仅在北韩开城工业园区内设立并启动共同联络事务所 北韩也表示 开城工业园内的设施已经很长时间未使用 因此需修缮 北韩也建议提前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后 尽快启用共同联络事务所 关于615南北韩共同举办活动 南韩建议政府与民间共同举办 北韩则提议由政府、民间、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及国会等共同村与并在南韩的区举办 报道指出 南北韩一致认为 应谨早举行军事、红十字会、体育、山林、铁路、道路领域的工作会谈 北韩希望当天能敲定上述会谈的日期和的点 南韩表示 愿与北韩分阶段展开山林领域合作 并提议对东海线、京一线跨境铁路衔接 以及朝鲜半岛经济建设进行联和调查研究 北韩强调 这次会谈是未落石板门店宣言奠定基础的首场会谈 双方应互相信任 互相提量 为顺利落石板门店宣言而努力